6. 价值粮纲对劳动进行测量是资本主义最普遍的现象之一 马克思的所有理论都是历史、现实的、不需要任何鲜艳的假设 例如,价值粮纲对劳动进行测量是资本主义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并不是一个抽象理论 劳动力商品范畴是价值粮纲,即价值范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对劳动范畴进行测量的历史运动中形成的 价值范畴的粮纲是货币粮纲的成立,在历史中对应着劳动力商品范畴的出现 对应着用货币购买别人劳动,从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的现象成为普遍 这种现象只有在资本主义才真正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普遍存在 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依然有效 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用价值粮纲对劳动进行测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前提 而是一个现实的普遍现象 当每个人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来养活自己时 这种现象就在不断重复着 这种测量是很具体的,当你的工资确定增长或减少时 也就对应着一次新的测量 而测量的程序是和这现象发生的具体条件相关 例如在美国和古巴,可能这程序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所有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表现为劳动力商品形式的对劳动进行的价值测量 最后的结果都有一个统一的粮纲 也就是货币粮纲,价值粮纲的一个具体的历史形态 任何人,无论其工资是美元,欧元还是卢布,都在统一的货币粮纲中 就像米,笔米,毫米都在统一的长度粮纲中一样 而价值粮纲同一地表现为货币粮纲的具体历史形态 并不是鲜艳,永远的,而是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范畴的历史发展 为什么价值粮纲测量的结果一定是货币粮纲 这类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现象 不能把测量当成一个抽象的理论,测量是现实,具体的 在现实中,只要出卖劳动力,换出来的是钱,货钱的等价物的现象 不被普遍改变,那么价值粮纲测量的结果一定是货币粮纲 价值粮纲测量的结果一定是货币粮纲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结论 而是来自出卖劳动力后,拿工资这种普遍的现实现象 一旦这种现象改变了,价值粮纲测量的结果一定是货币粮纲就不成立了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现象还是普遍的存在 即使不拿工资拿股份,结论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如果觉得价值粮纲对劳动进行测量违反所谓的逻辑常识 并以此来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反对是没实质意义的 关于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的关系,马克思早就说清楚了 资本主义之所以一定要灭亡 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违反了任何天条、逻辑或道德 而是价值粮纲对劳动进行测量之类的普遍现象 最终会发育出让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范畴所对应的具体现实关系 这种历史范畴所对应的具体现实关系的发展 最终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不能再容纳它的存在 但在资本主义最后的可能性被耗尽之前 资本主义是不会灭亡的 资本主义不会因为口号而灭亡 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都是自己所酝酿的 杀死资本主义的只能是资本主义自己 请不吝点资本主义